我看我粉丝群里面有朋友还在玩 贾老板的秘英股 法拉第未来 我提醒一下 你要搞的话 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家公司完全没有基本面 刚发的他们去年的财报 去年营收78.4万美元 销售成本4264.7万美元 上半年营收和销售成本都是0 22年全年的净亏损是6个亿美元 23年全年净亏损收窄到4.32亿美元 此外 法拉第未来表示 鉴于目前的市场状况和当下的资金水平 该公司将撤回其2024年的生产目标指引 去年8月开始交付车 FF91到年底总共交付了4辆 出租了6辆 然后今年3月又因为质量问题 准确的说是气囊警告灯的问题 把车又全部都招回来了 甚至还包括贾老板开的那辆FF91 2.0 截止到现在现金余额只有600万美元 其中200万还是受限的现金 财报上还说公司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见的费用 或者在交付FF91系列时候遇到困难和延迟 因此可能永远无法产生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身的运营 这种公司你们也敢碰 真是勇士 顺便说一下 这公司几个月前才4000万总股本 这两天就出单间增加到多少 4.4亿股了 增加了4亿股 市值一下是从几百万增加到了2.6个亿 这4亿股没有做任何的披露 就这么偷偷摸摸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卖到了二级市场 随买单不就是二级市场的散户吗 你还真以为可以像其他迷营股一样挤爆空头 其实贾老板才是最大的空头 冲进去不就是给他蒸发股份谈叫吗 你要认真想想你真的玩得过贾老板吗